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第三辆级封后 拿下个人第一面大赛金牌 瞬间成为陆竹高中的大明星 所有最精彩的赛事资讯 与最新消息 都在今日全中运 带您聚焦台湾最受瞩目的 年度运动盛会 关注最新的全中运赛事动态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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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徐展员 欢迎收看今日全中运 高雄全中运进入到的是 第五天的赛事了 早上的田径赛场上 进行高中女子组 3000公尺障碍赛 曾经拿下2018年 全中运 城市杯3000障碍 冠军的好手 郑存芝 他在比赛一开始 就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 而且逐渐拉开 与后面追赶选手的距离 最终郑存芝 是以11分48秒95的成绩封后 为三重商工 再添一面金牌 今日高雄市运主场馆 依旧被热情的阳光笼罩 但无论太阳多么炎热 选手们仍旧努力 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日赛场上进行的是 高中女子组 3000公尺障碍决赛 一共16人的传赛名单 共同交出前三位 站上颁奖台的机会 比赛一开始 来自三重商工的郑存芝 一马当先跑了出去 后头紧跟着的是 虎卫高中李兴荣 然而这位在2018年 连续在全中井 城市碑 躲下3000公尺障碍 和5000公尺双料冠军的郑存芝 丝毫没有放慢脚步的趋势 逐渐与后方的追兵 拉开差距 反观郑存芝的蚁人独炮 暂时排名第二 和第三名的周成荣 和李兴荣 两人跑得难分难设 彼此距离相当接近 赛事进行到最后一圈 郑存芝依旧大幅领先 最后以11分48秒95的成绩 把其丰厚 恭喜三重商工串与一 拿下股份的单纯 与障碍的关键 在垃圾的时候 其实觉得状况都还可以 但开始比赛第二圈之后 就觉得呼吸很不顺畅 但有一直在调整 然后原本想配的秒数 就是也都没配到 所以就是有点可惜 因为毕竟高三最后一年 蛮紧张的 还是会害怕后面的会追上 对 所以就是跑自己的 把自己的动作呼吸 尽量调整回来 就是肌力蛮重要的 毕竟还要下水啦 在从水上面跑上来的 这个激励很重要 大学希望能达标亚青这样 高中男生组三千障碍赛湖口 高中的蔡永旭 跑出9分44秒43 拿下胜利 他也和我们分享 他平常的训练课表 三千障碍我觉得就是 心肺耐力 就像长距离这样 像五千一万 那我自己训练的话 就是两个都有练 体能上的课表都是跟五千一万的选手 老师是五千一万的课表给我这样 给我去跑 那就是 都要去兼顾 那剩下水灯的那个部分 我自己是比赛才有练 因为学校也没有水平 那剩下的就是几个篮架 我是拿就是四百公尺那个篮架 就是调差不多的高度 然后有空闲时间 我练习完多的时间我就继续练 对就是每天都这样子 重复地练习 全中运田径赛程 明天将进行最刺激的 四成四百公尺接力决赛 想感受热情如火的田径魅力 欢迎一起进场为选手加油 以上就是李恩文和林冠婷在高雄的 采访报道 阮师网球今天进行高男高女双打的冠军战 高男的比赛部分 由新大富农高三的张又微 与蔡元璋夺冠 两个人为自己的高中生涯 划下了完美的据点 而至于在女子双打冠军赛 上演了后辟高中的内战 黄诗远与徐巧莹 面对熟悉的队友 打来相当轻松愉快 展现了压制力 是5比0大幅度的优势 技牙队友拿到了金牌 阮师网球项目 上午在中山网球场 举行高中男子女子组双打决赛 高男组的部分 由昨天在团体赛 涌夺金牌的台中市新大富农 要对上传统强权 台南市后比高中 新大的双打组合 由昨日金牌工程张又松 蔡元璋搭档 其中张又松更是要挑战 个人在双打项目的三连霸 而对手后比高中 则是由欧子红 张昆良搭档出赛 开赛新大富农就展现 昨日团体赛金牌的气势 在第二局立刻破发得手 帮助新大富农取得2比0的领先 而落后的后比高中 则是要防止对手将比分拉开 第三局趁着新大稍有不稳 回破一个发球局 后比1比2站1比2站实落后 后话才刚讲完 后比在下一局2度遭到破发 到破发 不止新大富农完全找到节奏 一连猛攻打的对手武力招架 中新大富农就是以5比1 以5比1资高中 再次夺得高男主双打金牌 张又松成功拿下三连霸 打档菜园张也赢得手作 全中运双打金牌 两人为自己高中的最后一场比赛 下完美的据点 据点 非常开心 然后想感谢我们教练 非常辛苦的知道我们 没有大家失望 学校的防护员 就是现在在 很用心地在帮做复健那些的 对 很用心地在训练我们 其实我们两个是第一次打配 所以相当紧张 因为毕竟还没有很 相处的默契还没有很好 对 所以就想说最后一次的 就好好享受最后一场比赛 就是从此之籍 所以做好准备 就是唱赏就不要害怕 高女组双打赛事 则是由台南市后比高中 上演内战戏码 比赛还没打 金牌银牌 以及先入带 同样是昨天拿下高女组 团体赛金牌的班底 房诗员徐乔英面对最手心的对手 展现牙之力 比赛约莫进行十来分 就秋风扫落夜 以5比0击败王语言 土轩衣搭档拿下女双金牌 就没有多想什么 因为就平常心 因为平常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练习过很多次 所以在上的时候就也没有想太多了 只是真的甚至在比赛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紧张 嗯 蛮紧张的 因为大家彼此都熟悉球路啊 所以会担心 25号进行全中运最后一天赛程 软网项目将进行单打决赛 想知道最后是谁拿下冠军 锁定今日全中运 廖正志曹普人高雄采访报道 高雄全中运的聚中比赛 是在古山高中的聚中馆所进行 几天下来来自于古山高中的谢孟恩 张秋伟 胡俊祥 他们都顺利夺下了金牌 稍后片刻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郭南组举重的相关报道 先休息一下 马上就回来